大法官吕太郎三月间被总统蔡英文通知到官邸说明昔日私改业务 遭蓝营批评施了奋计 对此吕太郎终于打破沉默 她说心坦荡荡 心中无鬼何惧之有 也说总统蔡英文没有呵斥 只不过总统把大法官找到官邸不断的被在野党抨击 前总统马英九也说当然不可以 却被民进党反酸 说马英九才是最严重介入司法案件的总统 大法官吕太郎被总统蔡英文找到官邸 说明以前主导的案件历程 事件继续延烧被直指总统喝斥 也遭批评违反宪政分析 任何五院的人员总统基于宪法的职权 都可以去向他咨询并且调解 提醒蔡总统把握好分寸了 蓝绿各有不同解释 而当事人吕太郎也回应从刑事或失职来看 都不涉及大法官职权行事 也与大法官因独立行使职权无关 强调心坦荡荡 心众无鬼何惧之友 也说没听到总统有呵斥 如果要说总统的态度 是要求行政部门多听民意 但总统直接把法官叫到官邸 马前总统很有意见 马前总统坚定的不可以 却被民进党反酸 自己才是时尚唯一介入司法案件的总统 因为当年他把检察总长叫到官邸 报告司法个案还发斗党内阵阵 国民党还穷追猛打抓着这个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 无疑的就是要避开转移当时马英九总统 严重的违反到涉及本人自身的司法事务 民进党去勘托以前的旧事 我真的觉得非常无聊 假如今天总统可以大喇喇的找司法院的大法官 甚至于未来的小法官 独立性很好 就完全被蔡总统所破坏 两位急忙解释 检查总长和大法官职权不相同 这件事哪里有鬼 各阵营急忙喊抓 记得陈永林凯居 SG小组特别梦到